这绝对是有史以来最刺激的后宫共犯 09年就有如此令人窒息的操作 简直就是震撼我妈30年 男主小林哲平是个平平无忌的中学生 一日突然遭遇父母双亡的惨事 男儿素未磨灭的祖父 也是日本最大的富豪企业家 突然现身表示 她的父母是被人所害 并要将其收作羊子 外公收外孙做羊子 这操作可还行哈 而小林将准备作为集团的继承人被培养 这天小林在墓地祭拜父母 下三时遇见一伙歹毒要挟持一位女子 于是靠着一辆摩托拔刀相处 不过意外发生 两人一起从高空中飞了出去 还顺带深情对望 而有主角光环的加持 两人自然没有摔死 而女子夏诺特是公国公主 其身份高贵 先不说被小林救下 两人落入丛林 还被迫发生了质地关系 于是夏诺特就这样被小林给攻略了 一身脏兮兮的小林赶回家 被祖父当中介绍给大资本界 还无打无装的和其实家族的长女 见未婚妻希尔维亚打了一架 二人见书竟不相上下 突然被告知有个未婚妻 小林有点想不通 晚会 她被专属女仆优 带到了有几十位女仆传后的新家 妥妥的人生赢家 第二天 小林坐着家常林肯 去贵族学院上学 一进学校就成为众人瞩目的明星人物 夏诺特对她颇有好感 立马来教室问候她 结果就因为意外 被小林给压在身下 驾驾被进门的希尔维亚给撞见了 虽然两人并不再能婚约 但未婚夫竟然其他女生 轻轻握握 希尔维亚还是 不能认 于是放学后 小林去建树馆找希尔维亚 见在场的人都不是维亚的对手 以至于维亚看起来很孤独 于是她亲自上场 借其寂寞 两人一招见胜负 只是小林见放的位置 简直不要太妙 而对于突如其爱的未婚妻 小林的态度是先接受她的存在 然后再慢慢思考 是我接受 毕竟祖父给了她绝对选择了权利 但如果你以为这就是一部 两女的恩怨情仇时 那就大错特错 第三个女孩是学恩社团的代表 名叫凤条苑圣华 但是这个女的从一开始就很讨厌小林 归其原因竟是上一代人的恩怨情仇 原来当年祖父的夫人 跟圣华的爷爷发生关系 于是祖父一路之下 把凤条苑名下的凤红堂 给提出了公司 也不允许圣华的其他品牌 露住油麻百货 在小林了解到真密心后 第一时间不是安慰祖父 而是让他写道歉信 横述小林严厉只有公寓妹子 至于祖父是否被戴绿帽子 那跟他没有关系 绝对的大小子 最后小林为了化解祖父 贝勒恩怨成为了油麻集团的董事 他拿出邀请圣华品牌露住的合同 还表达爷爷很后悔当作行为的话 两人的关系也因此变好 至此本片主要的女性角色 悉数登场 这天 夏洛特突然约小林周末出去玩 换个手法就是约会 夏洛特还特地跟维亚打破招呼 维亚不知不觉中 早已对陪恋剑的小林形成好感 只是他自己不清楚而已 周末的前一晚上 又忽悠自主地打电话给夏洛特 就没办法说出想要一起出去的话 等到周末 夏洛特背着管家偷偷跟小林约会 这一天他摆脱了公主的束缚 自由自在地像个普通人 黄昏中他与小林一起走摩天轮 小林讲起他失去的父母 买年妈妈做的饭 夏洛特便讲起了维亚 维亚本是另一个国家的贵族 战争让年幼他失去了母亲 但他很坚强 反而反过来安慰伤心的路径 这时候小林才明白 贵族家的孩子 也有不可言喻的孤独和痛苦 年面前夏洛特一脸沉重地 拥抱了小林 让他答应一定不要忘记他 后来小林举办了一场特别的舞会 舞会地点是在温泉民宿 他想要让这些贵族们 提议一下不分任何等级的民间生活乐趣 但真正的目的不言而喻 因为温泉池是露天的 就一枪之隔 男生们听着围押他们在讨论偶派的话题 另外有一位抑制不住的男生冲了过来 结果被打云 顶在了墙上送回来了 剩下三个男生决定迂回战术 爬着靠近 两个男生怒怒奇怪的密道 小林被弹簧弹进了温泉池 男生的幼稚行为们被女生给抓包了 之后圣华提出只要男生的平方球 赢了女生就可以放过他们 随后大家又大玩特玩一番 他们都不约乐童地喜欢这次聚会 也都开诚布公地表示喜欢小林 小林选择谁都不可以嫉妒和埋怨 突然天空飘来了满天的玫瑰花瓣 有一位金发男子从飞机上飞下 帅气的江洛在夏洛特的面前 此人是夏洛特国家的贵族哈尔特曼 也是夏洛特的未婚夫 对于哈尔特曼的到来 夏洛特并不开心 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过他的存在 小林在旁边看的是一脸懵逼 阿擦雷这么刺激的吗 老婆被婚约者亲吻 而小林却只能落落地亲眼看着 也许小林立刻在某一天 约了夏洛特来家里吃饭 丝毫不管那什么狗屁未婚夫 可当夏洛特从家里出发 却被冒充的短信喊到了一间套房里 不知前的小林还在别墅等待夏洛特 而整栋酒店的灯却全灭了 小林受到一封要带走他心爱的人的恐吓短信 他的目光瞬间沉重起来 并且不知酒店的灯被灭了 整个片区的电路都被管了 所以有一群黑衣人潜入酒店 不仅控制着夏洛特 还将小林祖父也给控制住 小林决定亲自前往酒店 尝试打破这个局面 而维亚也想一同前往 对着小林和维亚一起坐上了新发明的摩托车 去救夏洛特了 到了酒店 两人一零一把剑杀了进去 但是不敌对方的枪带 只能先行撤退 幸好圣华也来到酒店了 他的直升飞机协助他们抵达顶楼 维亚迫不及待等飞机降落 直接飞下 一剑打运了两个敌人 这次行动的主导人 其实就对夏洛特的未婚夫哈尔特曼 他的目的是建立一支我旗库 但他需要夏洛特做人质 并且他还打算摧毁小林祖父的一切 哈尔特曼自导自言了一场惊险的爆破现场 虽然被小林毫压阻止 但夏洛特还真的被哈尔特曼给绑架了 哈尔特曼如果想要摧毁尤玛集团 就必须要撑退小林 而此时的小林也逐渐地明白了对夏洛特的感情 他得到消息 夏洛特正在乘坐专属列车穿过俄勒斯 要到达海瑟林克公国 那是夏洛特的国家 而这个时候小林却因为跨境问题 偶尔要该如何行动 毕竟现在他的身份敏感 如果插手这个事 可能会给集团带来灾难 可圣王和威亚却不断去说小林必须救人 可小林还是没有勇气行动 而万万没有想到 他的专属女无忧只是问道地把小林引放 小林竟下定决心要漂洋过海去救人 去上这个当 逆行前 祖父增他祖传的刀 希望他把握好自己的人生 小林先抵达了海瑟林克的邻国 也就是威亚的国家 威亚则是已经当上了骑士队的队长 要协助小林 当天的晚会上 小林和威亚再次比线 小林输了 威亚刷切表示 不会嫁给输给自己两次的男人 所以他解除了婚约 他吻了小林 虽然形容自爱 但愿成人之美 很快 列车度去计划开始 小林和管家以及威亚并分三路 在小林一进去列车 夏洛特就被月色分给控制了 对方竟有私心 想要杀了夏洛特和小林 不料哈洛特曼 却残忍地对他开墙 结果夏洛特就特别地难过 表示他想要救火约色分 虽然他想杀自己 但是他不能见死不救 牛批 之后 哈洛特曼讲述了自己 儿时和小林祖父的瓜葛 小说他是个小偷 有一次偷到小林祖父的身上 被当众抓包 乱成了他一生的骑士大怒 所以他都精彩报复小林祖父 小林找机会突围 但是夏洛特就不慎吊出车外 小林不得已去救他 于是两人就很尴尬地 挂在了列车外面 但小林却被哈洛特曼趁机开枪 结果发生了浪人未死的一幕 小林飞出去 夏洛特就回到了车厢 就从两人拉扯的镜头来看 这简直就是为了让夏洛特 强行送福利 不得不说 编剧实在是狗 那有主角光环的小林飞出去后 却恰好被维亚给救了 两人骑着摩托车加速追赶 小林一连飞进了列车 又一次与哈洛特曼形成对峙 小林告诉他 当时祖父的话并不是羞怒 而是鼓舞 但是哈洛特曼狭义的心 让他觉得是羞怒 所以才杀死了小林的父母 听到真相的小林竟决定了原谅 能为父母永远活在他的心中 我擦雷 杀父之仇不共待天 小林就在知晓真相不到几秒 就瞬间原谅 一想到夏洛特之前的圣母亲 这还真不是一家人 无计一家门 有趣的是 小林的原谅也把哈洛特曼给整无语了 于是不想听他废话 直接引爆了列车 列车马上就要爆炸了 小林还不忘了哈洛特曼活下去 然后就带了夏洛特跳车了 最后正好被威亚解除 小林他们平安地回到了学校 圣花准备好了晚会迎接他们 对于收晚这些后宫 小林很是感激自一直以来正确的选择 故事结束 片名《公主烈能》 不得不说这部番的剧情是相当的扯 毕竟父母双亡 你完全看不出男主 又丝毫难过 而对于成为全国首富 这个情况表示还很开心 但能看这部番的人 就绝对不是宠的剧情来的 毕竟无修版的角度它可谓是上帝试教 而在早年动漫 经常会出一些OVA系列 这部09年的后攻番也不例外 可以说正硬完全就是OVA的前景题样 而看过OVA的人 绝对都有一个统一思想 那就是OVA才是正硬